疫情快讯 广州零号病人或成迷 5月21日 一位从未离开过广州 且没有境外接触非重点人群的郭女士 却感染了印度发现的德尔塔毒株 为了阻断德尔塔的进一步传播 广州市经展开了对1867万常住人口的核酸检测 虽然广州启动了最大规模的人群核酸检测 但已经发现的感染者并不多 这是变异株对公共卫生防控防线的一个挑战 至今已过半月余 广州的传播链尚未在源头切断 甚至于这个源头在何处 仍是未知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输入性疫情 在5月31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建称 中国已经经历了由境外输入病毒 不管是通过人还是通过误传入以后 引起本土传播的30多起疫情 每一次它的传入和引起本地传播的方式 都有所不同 特别在广州、深圳发生的本土疫情 都是由境外病毒输入引起的 像深圳是由最早在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所导致的 它的传染性和传播能力比以往病毒有所增强 在广州为主发生的这起疫情 则是由最早在印度所发现的变异病毒所引起的 这两个病毒的传播能力都比以前有所增强 冯子建表示 中国对境外输入的人和物都采取了严格管控措施 对于接触境外人员和货物的工作人员 都列为重点人群 也作为疫苗接种的优先人群 同时对这些人不管接种了疫苗没用 都坚持定期开展核酸检测 体温监测等健康监护措施 这些严格的防控措施 可以极大的降低由境外病例 引起本地的疫情风险 6月4日 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周斌在新闻发布会上 排除通过物品传到人的情况 那么 现在剩下了一条传播路径 人传人 到底是谁把在印度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带来了广州 是入境人士把病毒暴露给郭女士 还是接触进口货物的人群感染了病毒 再暴露给郭女士 一位流行性病学专家分析称 首发病例在立湾区 立湾区并没有进口货物的港口合集散地 而且首发病例并非与进口物品相关联的人 也就是说 首例病例 郭某并非零号病人 而他暴露的途径 可能依然存在两个被病毒污染的环境 以及感染了病毒的人 排查其环境样本相对容易 但是排查一个偶然与之接触的携带病毒的人 难度会很大 对于广州的零号病人 我是这样看的 有些东西是可以发现的 有些东西是发现不了的 科学都是这样 不是所有的谜底都能解开 也许用我们现在的这种手段是查不到的 关键是我们需要汲取经验和教训 如何能尽早发现病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如是说 整理报道 核岛电视HOTV